早餐吃牛奶燕麦是绝配,这三类人小心 许多人选择每天早餐喝一碗香甜可口的牛奶加燕麦 认为是黄金组合的绝配 小心三大族群长期采取这样的饮食方式,会影响健康 而长期把牛奶燕麦当早餐的人,恐会影响某些营养素的吸收,不利健康 第一类,年过半百的长者 年过半百的人,钙质流失速率较一般人快 长期饮用燕麦牛奶组合,会阻碍钙质吸收,影响钙质流失的速率 同时骨质疏松提早上门 第二类,缺铁性贫血者 缺铁性贫血患者,因饮食中铁质摄取不足 造成其血红素合成产生缺陷而引发贫血 若过度使用牛奶燕麦,会阻碍铁质的吸收,导致贫血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类,减肥族群 虽然牛奶燕麦确实有助增加饱足感 但由于容易阻碍人体的钙贴吸收 不建议减重族群食用 避免产生脸色苍白,疲倦,头晕不适 没有最健康,只会更健康 快上华人健康网接收更多健康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